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记得他吗 乱法强森 强常是一头乱法 他出席了一项为期两天的听证会 内容是什么 新冠疫情的调查 他自己承认 他当时在主政的时候 低估了新冠疫情的威胁 导致了英国有23万人死亡 一方面他为他过去错误的政策致歉 一方面他说如果再重来一次 他觉得中间还有很多 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们来听听看 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在谈疫苗问题 然后有人就说 那么久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 某个程度我必须要说一句话 为什么英国现在会追查强生 不是因为说他政策 他当时是以为说佛系 他们低估了COVID-19 所以他们以为说 当大家都感染了以后 可以形成一个群体免疫 这个群体免疫也曾经在我们的指挥中心 用过这个字眼你记得吧 有 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他们调查他的原因是 他自己颁布了一个防疫政策 然后他自己开party 他不允许老百姓聚会 可是他自己在开party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违反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那调查他的 是现任的政府的司法单位 意思是什么 现任政府是政党轮替了吗 没有 现任政府不是公党 还是保守党 保守党现任的首相苏纳克 即使还是保守党 他调查前保守党 已经下台的首相Johnson 那Boris Johnson呢 在英国当然是政治明星 那现在还在主持一个重要的 像你一样的政论节目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认为 我们可以不要去思考一个 攸关人命的疫苗 当时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 而英国却可以同一个政党 去调查前任他们同一个政党的首相外的错误 差别是什么 因为人家是法治国家 因为人家是民主国家 他不是在做政党的斗争 也不是在党内的斗争 他纯粹就是觉得你犯法了 你就是要遵守法律 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同一个党 我就掩护你到底 这才叫做民主国家 那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其实我这几天呢 想一下 我跟郑亮比较老 奉心比较年轻 说实话了 我们都 就像以前也参加过学生运动 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 或者19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谈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们比较的是英国跟美国 我还记得罗应台在解除戒严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 当时他说 这样的广告片可以在台湾播出吗 他就是谈到说 财切尔夫人进了一个礼法店 说我要礼头吧 那礼法师就说 你觉得要件什么头吧 他说 杰英哥你看起来满意的 结果那个广告片是公党了 广告片就把他的头给砍了 那就把他的头直接砍掉了 罗应台要问的问题就说 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容许这样子 开领导者玩笑吗 意思是说 我们当时对于民主的渴望 我们对于民主的标准 我们设定的是英国跟美国的标准 可是这几年呢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自己 不用去设定一个英国标准 不用去设定一个欧洲跟美国的标准 当然美国也在下滑 可是还是比台湾好 我们为什么自我感觉 我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呢 事实上我们的民主 比起1990年堕落很多 坠落很多 各方面通往都下滑 可是我们为什么依然感觉这么好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在中国比 我们比中国 只要你比中国有人权 我们就有人权 你有投票权 我们就比中国民主 你有可以讲话的言论自由 哪怕百分之九十的媒体 都是政府控制的 然后用了网军 大家觉得没关系 反正呢 如果是在中国 你都要被抓 你在台湾才有这些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一切拿自己来跟中国比 我们堕落到又反中 又拿中国当成我们的民主标准 那我回来谈你刚刚讲的这个疫情问题 其实在疫情里头 大家讨论的高端采购疫苗 我都不想谈 我最想谈的事情 麻烦你把那个分十类 按顺序施打 我想请问 就是你刚才放下来这一张才对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两位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第一个 当时我们把台湾人民分成十类人 我们是种姓制度的国家吗 然后我们把中央政府的官员 跟地方政府的官员 分成第二类 我只有三个字送给他们 这个不能客气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讲脏话 也不是想谋话 谋重话 因为他们把自己摆在老人院的老人前面 摆在医院里头 正在做化疗的很多病人的前面 他们罔顾人民的生死 把自己摆在第二类 我觉得无耻到极点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官司 因为有个小诊所 他打了疫苗透过议员 就在高院的时候他赢了 原来这个分类呢 根本没有送立法院被查 所以他不具备法律效力 可是却控制了人民的生死 那我们同样人民就跑去打疫苗 就叫偷打 那个偷打很像流浪狗去偷吃食物一样 你把一个人逼到那个情况 然后我最记得的是Moderna 美国送狗Moderna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让65岁到75岁的人立刻去打 那很多人打了就好高兴说我打了Moderna 可是他们忘记了好多护士 第一批打的都是年轻护士 那英国是禁止30岁以下的人打AZ 因为他会有血栓嘛 那所以那些护士没办法 第一批都是打AZ 他们都是在专责病房的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他们的第二剂 可以轮到他们打Moderna 那按照原来的规定AZ是八周以后打第二剂 他们就一直等一直等 就看着这些65岁的人都很高兴 一直打他们能不能轮到我们 能不能轮到我们 到第八周还是不给他们 然后当时指挥中心不给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人种是跟欧洲人不一样的 所以在亚洲打的时候 你把AZ跟Moderna混打 我们是要做实验 我告诉各位我知道是在哪家大医院做实验 是谁去打 全部都是台湾的特权人士 都是老人 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台湾的最重要的 科学园区的某些的企业的大老板们 都是他们的重要资金朋友们 那那些在专责病房的护士 最后等于是有一大多数的人 就是含泪 也等于是就是任命的 就把他们的第二剂打下去了 那有几个医生他们并不在专责病房 他问我说会不会开放 我说一定会开放 因为一大堆人等着要打 所以呢到了第十周他就开放了 所以那个不在专责病房的医生呢 就可以打得到Moderna第二剂 那他把这么多人分类 第二类叫做中央跟地方的官员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 可能说你全部指妈咪的 我不好意思我要讲真话 今天柯文哲跟后宜可以选得这么 喜欢选得这么辛苦 第一个除了蓝白没有合之外 他们当时也没有扮演好反对党的责任 如果柯文哲跟后宜当时 他看到中央出来这个命令 他说我台北市政府 我自己绝对不打 我们的生命权没有高于台北市的使命 我身边的人也通通都不准打 我们市政府里头除了第一线的防御人员之外 通通不准打 谁打我就开除什么人 谁打我就冻结你的主要的职位这样 那中央政府的官员 因为是在台北市政府手中控制 有些是在新北市政府 疫苗都是分配在他们手中 这两个市长如果合起来 然后就说你们中央政府的官员要打 请你到二八公员去打 二八公员又通风 又不会互相感染 你到大医院去人家要伺候你 然后你把病毒带进去造成医院的群聚感染 你把里头的病毒带出来造成对社会的感染 那既然你们中央政府官员觉得自己是国之栋梁 你要高于老人打 九十岁老人你也比他先打 癌症的人你也比他先打 这个在全世界没有的 全世界第一批打的都是医护人员 老人还有癌症病患 做化疗的所有这一类型的人 结果只有我们第一类有医护人员 最后加上眼镜行也可以 因为他们就官说了 那第二类就是中央政府官员 然后最后就有人加码里长跟林长 所以我就是通通都这群人打 然后我们的这些老人跟化疗的人 你们记得化疗的人是第几类人吗 我自己因为当时要常常进出医院 而且我是儿童癌症的志工十年 他们是第九类 你看这个国家 它对于真正的病患的生命权 它残忍到这个程度 那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个政府 那这种事情人民叫做什么 很久的人是忘记了吗 他们当然某个程度来讲 很多人就因此化疗病去做 然后很多状况 那时候医院其实群聚感染很严重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讲人权除了生命权 还有什么比人权更重要 那你凭什么把自己分成第二类 所以我就说就去二二八公元打 让二二八的先烈 你就坐在他们前面 你那么贪生怕死 你就让他来保护你 所以这是一个贪生怕死 一个政府官员 是一个自己认为自己 有特权生命的一个政府官员 那话讲的非常重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执政党 什么我支持政党的 不是 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国家不应该堕落到这种地步 然后是人民的生命 是病患者的生命 是老人生命 如草芥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高高在上 我们是皇权时代吗 你们是王公贵族吗 赖清德跟小美琴我所认识的 如果是他们两个来主政 我必须说良心话 我认识了他们 他们不会做出蔡英文政府 这么狠毒的政策 难说 我认为不会 因为我认识他们两个 可是他们没有勇气 批评蔡英文政府 这就是问题 OK 就说对小美琴来说 她就是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小女孩 然后她现在要做备位元首 副元首 然后赖清德 她当然跟蔡英文关系没有非常好 可是她没有道德勇气 她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哈佛的公共卫生的硕士 她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对的 她违反全世界 马克宏也按照年龄去打 梅克尔也按照年龄去打 只有我们这个国家 号称自己叫民主国家 然后自己先打 那我是认为赖清德是最可怜的 在当时全中央政府可能 只有她一个人打高端这样 但是重点是说 她应该要有她的公卫 跟道德勇气 跟医生的勇气出来说 这个排序是完全违反 民主政治的理念 人权的理念 而且所有的患者 尤其是化疗跟老人的患者 应该全部都先打 就是老人院这样子 跟我刚讲那些类型的人 那我就一直看 她把她排到第九类 在其他国家的第一类 在我们叫第九类 其他哪一种国家会排第二类 我告诉你哪个国家好不好 中国还有北韩 No no we are part of China Definitely 在这个议题里头 就中国政府官员先打 是 刚刚文谦讲说 这个疫苗的议题 已经有点久了 其实不久 观众朋友 是去年年终发生的事情 刚刚文谦姐讲的排序 我们上头有列表 英国其实基本上 就是照年纪来排 第一个类别是 老人院住民 以及老人护理院的工作者 大概其他国家 尤其是民主国家 都是这样排的 然后80岁 75岁 70岁 唯独我们台湾 号称自由民主的台湾 号称重视人权的台湾 第一类医事人员 第二类看到了吗 绿色的这一栏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然后接下来机组人员 航空的机组人员 还有外交的一些人员 那刚刚讲到 75岁以上的长者 是排在第六类 接下来 有重大疾病 癌症患者的第九类 这是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台湾 去年发生的事情 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再帮大家多详细一点 还有有人因为得疫情往生 还不能看最后一眼 你记不记得 我就看到一张照片 他的小孩跪在地上 看那个林车 就不知道开到哪边 把尸体给烧了 后来才知道其他国家 也没有这样做 他可以透过一定的程序 让你看最后一眼 台湾就这样干 然后还有 我们那个疫情 有那个防治的特别条例 还有振兴的特别条例 等于是相当于 紧急命令的级别 所以你等于是 把权力都交出去了 那就指挥中心 跟行政院决定 哪些地方要编预算 至高无上 然后指挥中心决定 刚刚讲的那个项目 就是说你权力都交出去了 所以你不能监督 因为这个是形容紧急命令 而且它紧急命令的 实施的期间 长达一年多 这个全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干 形通戒严 你把其他的权力都交出去了 那我再讲一个 这今天刚发生的 刚刚不是说 怎么会这么无耻 我们游锡坤今天刚刚讲了一句话 立法院院长 对 说廉此是古代君王时代的产物 所以是旧产物 结果自由时报把它登出来 因为大家都在疯传 自由时报今天立刻把它下架了 不过我今天提醒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英国现在还在继续追究到底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现在的执政党 保守党 它的民调已经只剩下20%了 他们明年要国会改选 所以他们的执政党呢 他们的执政党民调这么低 大家都已经知道说明年 他们可能就会失去执政权 所以对他们来说 怎么样去追究 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检讨过去的错误 才能够让选民觉得 他们有反省能力 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追究这个对于选举有什么帮助 不是对于选举有什么帮助 而是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失去了问责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去追问 真正的责任 然后都亲亲放过 感觉上面久远的事情 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当下 其实结果是 不会有任何政治人物总的反省 不会有任何政治人物愿意谦卑 去听民众的声音 我当然对于赖清德 他如果执政的话 他会不会那么离谱 我不抱信心 可能因为我跟他并不认识 但我只要看他处理家里头的威胁 我就觉得 当他真的碰到各种利益相关的时候 他此时没有勇气去反抗蔡英文 明天他不会有勇气 反抗各个派系的利益的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石斑鱼配上香菇肉丝 再用荷叶包裹 一出蒸笼香气立刻飘散 新鲜虎虾搭配特条辛辣山椒汁 过程中大火拌炒到出汁 农历过年还有两个月 不过饭店已经备战 抢供外带年菜爽机 吃萝卜糕象征步步高升 不过明年因为是龙年的关系 因此年菜要更奢华 我们看到旁边今年来说有鲍鱼入菜以外 预估说业绩也会成长两成 奢华菜色鲍鱼入佛跳墙 麻油鸡油饭或是汉乌森搭配 还有这道正统江浙菜烹调手法 五船老鸭堡都是饭店今年 抢先曝光外带年菜 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就是围炉订得很快 围炉的话在我们目前 大概已经接到九成多了 1.2公斤红烧猪蹄旁 卤制12小时象征财库圆满 或是荷叶珍珠鸡糯米炒香 搭配特制卤汁满足澎湃年菜 另一间饭店业者推出 10人份奢华年菜万元有找 或是可以单点买避免吃不完 虽然今年食材有些上涨 但饭店还是吸收大部分成本 优惠价格来推出外带年菜 预估也会提升整体业绩一到两成 统整来看饭店农年 外带年菜不只提前开拼 各家都走奢华路线 垂手工外带年菜推出四人份 还有顶级花椒鲍鱼佛跳墙 或是八宝鸭等贵气大菜 不过因为食材成本上涨 部分商品价格调幅2到5% 预估订购会比往年热络 农历过年吃年菜净团圆 过节气氛也开始酝酿 TVBS新闻两个章会先 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意外来到神秘书房 灾动画里的少年穿破虚拟世界 来到现实生活 要找出被传送到现实世界的英雄艾克达 也就是因为出演航海王真元版索隆 爆红的日本演员心田真剑佑 他最新主演的影集龙之奇迹 化身超帅气龙骑士 猴髮配上头巾又会用剑 就像是延伸索隆的超现实角色 让剧迷相当期待 而新田真剑佑的弟弟也有新作品 燃成金发的不良少年 展开意气相挺的东京帮派故事 真容田香敦虽然不是主演 却也有吃重戏份 和哥哥一样要靠着武打动作 抓住观众目光 兄弟俩双双在日本同样戏约满满 让粉丝超期待 TV的新闻 林玉者林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去年前年我们全人类 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COVID-19的疫情 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强森 他被调查 他在听证会也承认他的错误 而我们台湾呢 我们看到了包括了前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 今天面对媒体他侃侃而谈 他说没有啊 没有什么党疫苗啊 我们的政策也没有错误吗 大家可以认同 陈时中部长的话吗 包括去年如果还记得的话 党疫苗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真真切切的发生 不是等一下 陈时中说他没有党疫苗是事实 因为党疫苗的是蔡英文 所以他当时在跟蒋万安学区说 为什么党疫苗我就看到他推桌子 那因为当时要买疫苗的有几个key person 他们都有跟陈时中沟通 那我自己也认识陈时中 他不会党疫苗 那党疫苗的应该也不是苏贞昌 那也不可能是赖清德嘛 所以就只剩一个人蔡英文 那蔡英文总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那他需要经过一些调查 可是我要刚才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是民主国家 即使同一个政党上台也要调查 我们如果不是民主国家 就会袒护 那你刚才在谈的这个八大提案的封杀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觉得好可怕 不是封杀 第一个当时要他编列更多的预算 把预算挪出来 然后呢买更多外国疫苗 那被封杀 封杀完毕以后 民进党全党都举手 就像你自己当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当时就想不通 为什么这些案件这么离谱 民进党里头也不少 一些脑袋清清楚楚的人 为什么党疫下令 这么荒谬的事情 全党的人通往都要举手 我想很多人心里是不甘愿的 可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里头 就是连这种事情 他其实是可以有是非判断的 他就全部全党变成党的下令 所以他变成其实很像威权体制的政党 第二个这里头有一个人叫做范云 他是野百合运动 跟政党他们同一辈的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改革分子 我相信 我自己也曾经被一些资讯误导 他自己也是被误导 去关说三加十一 那如果你是他 你看到那个破口那么大 你心里会觉得歉疚吗 那至少党下令 我就跟党说以我的立场 我不投反对票 我弃权好不好 他也举手 也跟着人家封杀 那也就是说即使年轻有改革理想的人 后来进到了权力里头去 那他犯了一个政策官说的错误 很多人骂他 那我觉得人难免犯错 那好了 那你到最后在投票的时候 你那个犯错的忏悔的感觉 良心不安的感觉 总要有一点吧 没有他也举手 最后最可怕的是民党封杀完以后 就直接丑化 说这个在野党要求我们买疫苗 是要买中国疫苗 买中国疫苗 事实上人家是要大家去买BNT 这个你们大家 就是我今天把疫苗的问题拿出来 谈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一个政府 他连人命都可以践踏 而且他践踏人命之后 老百姓觉得无所谓 这个国家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那如果他连人命都可以践踏 他仍然可以继续执政 而且当选的赖小沛 没有对这件事情提出任何的批判 或者至少道歉 至少像Johnson一样道歉 我觉得老百姓没有理由投票给他们 那我自己不像奉心 肖美琴我23岁认识他 赖清泽我是他第一任国大代表竞选的荣誉总干事 然后我看着他 然后我对政坛里头听到很多 各个企业家对他的评价 他相对蔡英文正派很多 肖美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 虽然像殷琪啊什么都很支持他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不好的 利用他们的特权的去观说的事情 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执政的话 从来一遍不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因此可以去袒护蔡英文 所以你要不要这脑轮替也可以 你要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在搞 因为高端疫苗连续出来 把台湾人民分成九类十类 然后把癌症患者置于不顾 把老人置于不顾 然后把自己放在第二类 我可以说这无耻之极了 这世界上真的只有中共的官员中南海 这个我补充一点细节 因为那个时候BNT 那个确实是德国的疫苗 可是民进党又发明一种说法 说在中国大陆分装 陈时中也讲在深圳分装 所以后来他知道这个不是事实 他也不道歉 他就不提了 为什么蔡英文可以控制民进党 因为以前民进党的立委 你投不一样的意见 你了不起罚五万 蔡英文是 如果你再第二次犯 就送中平会 开除 就给你停权 停权你搞不好到时候 不能用党籍参选 林淑芬在莱猪进口的时候 是不是也投反对票 对 可是第二次他就不敢投了 因为就要送中平会 刘建国也是 还有佳永昌 所以佳永昌为什么不选 他觉得当这种立委没有意思 所以跟以前 所以事实上蔡英文是使得民进党变成 一人独裁的这样的一个政党 用党来控制国 刚才文倩姐对于萧美琴或是赖清德 其实有期待 你觉得他们如果假设 他们当选的 赖清德先公开 他要道歉吗 他会道歉吗 我说他要先 我不是说他会 我说他必须道歉 他必须道歉 因为他当到副总统的位置 没有错 你做了副总统的位置 你去检讨总统 你会受伤 是 你会受伤 那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肯受伤 都只从自己的权力算盘的时候打 就是因为这样 今天蓝绿 全部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 那比如说我们待会可能会讨论到这个统独问题 赖清德他曾经在立法院讲过 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下面一句话是 可是民进党在施敏德当党主席的时候 已经宣布民进党不必 也不会宣布台独 施敏德讲那句话的代价是什么 我常跟人家讲施敏德不是牺牲两次去坐牢 他人生牺牲四次 第一次就是去坐牢 第二次美利岛事审又坐牢 第三次就是拿台独英雄的光芒 宣布民进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刚刚说完这个话再加上大和解之后 曾经就派他下面的人 就拿了一个布条 这是我很想离开民进党 第一次心情的时刻 我说哇你还有勇气 拿个布条 第一个字叫台奸 我想说哇他做了25年 这样就叫台奸 那我是什么奸 那时候还没有王世奸 你知道吗 但是台奸还叫就叫台奸 我不是觉得很愤怒 我是觉得这些人 他们怎么可以无情到这个地步 你会惊讶说你的无情是从哪 你可以骂他说我不同意你的政策 但是施敏德就是觉得 他作为一个做了25年的人 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闯破 民进党那个台独党纲的门槛 然后让民进党走上执政之路 所以后来民进党执政的人 从陈水边到蔡英文都不用顺不态度 都附送他的话 然后都用他的话来附送 他踩着他25年所留下的光芒 以及当时被全党斗争的光芒 被斗争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光芒就没有了 那我自己本身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 我很不好意思讲 因为他去美国也说 他是美国的国会对清台参中员也说 他把我找进去 他说你觉得我应该说什么 我就跟他做了国际政治分析 就最后那几个字是我写下来的 但是我就害了他 但是他就有这个勇气 他有没有估算说 我讲这个话对我可能不利用 那是1994年 1995年 施民则在美国说 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总统 我们有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们有自己的军队 所以我们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论述 然后他就变成叫台奸 第四次就是他号召红山军 他认为即使是民进党 他曾经是民进党 他更是民进党的大前辈 但是再怎么说 你虽然是一个所谓号称本土性的政党 他有一个更高的是非 超过本土的 就是你不可以贪污 所以有一次某某一个人 就是现在在竞选中的一个人 我不好意思讲 人家私下简讯了 他也是很好心了 善良善良的 就是说来问候我生病 他说虽然我们政治理念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现在生病 那我就想跟你致意 那我这个人也是白目 我也不觉得说人家快要上来了 我应该谢谢他 我就跟他写说 谢谢 然后但是呢 我跟你政治立场没有什么不同 我跟你唯一的不同 是我不能容忍贪污 你觉得只要是你的党贪污 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是民德 基本上在那个时刻 我们要谈的就是 现在大家丢什么统毒什么东西的 包括当时疫苗的时候 你不肯面对你的错误 你就直接丢 人家叫你买的疫苗 叫做中国疫苗 所以你犯了错 你把人民分成不同类的 种姓一样的 谁靠近你 谁去关说你 谁就往前 然后罔顾人民生命 然后最后最可耻 最无耻是把自己列为第二类 我真的觉得柯文哲 这个他号称智商157 以前有人问我说 你智商多少 当然现在脑部病别很笨的 不过我还是说 我智商加他50分 因为我如果是台北市长的话 他现在就是总统了 他就是说我不打 我生命的人都不准打 谁打我就开除谁 然后你们在我手中的 这些疫苗的人 你就所有中央政府官员的 你就到228先列 被前面去打 我再说一遍 让那些228的先列 来保护你们这些 贪生怕死的民党后代 是 赖清德昨天在高雄 我们看到他说了 美伊岛44周年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打压 他也特别提到 民主前辈不怕被抓 不怕被关 台湾才有办法从专制 走到今日的民主 我们听听看赖清德 他怎么说的 各位佛罗尔森志华 我们一楼案 黑暗 全国裁美台 大家驚到今天 民主自由幸福的事件 现实是我们面对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还撒上柴鱼片 再加点美乃滋 这是连锁猪排店贩售的套餐 但就有民众去用餐 却遇到这状况 一名家长在脸书社团发文说 当天是一大两小 到新北市新庄一间分店用餐 一共点了两份套餐 多要一双筷子却被拒绝 当事人在留言区也提到 应该是孩子的身高超过110公分 才有这样的限制 但是又有其他的网友说 我的小孩超过110公分 店家还是有给 到底是这么一回事 不太合理 就是他既然已经可以供餐了 就应该要提供餐具 不太会去注意到那个公告 就因为一双筷子 引起民众讨论 不过来到店面看看 可以发现 我们实际回到新庄的这间店家 可以看到现在在门口 已经贴出了公告 写说要110公分以下的儿童 才可以跟大人一起供餐 原来就在门口 有张贴明显的公告 店员也说都是按照规定走 据业者总公司也回应 是按照公司的消费办法 因此没有办法提供碗筷 造成消费者不便 尽请见谅 日后也会加强店员的服务意识 其实现在很多店家 都有低销跟供餐规定 小把关也说只要业者标示清楚 就不会违法 只能说民众进去消费钱 还是要看清楚问明白 免得吃一顿饭 却瘦了一肚子气 TVBS新闻 梢明镇 黄凯敬新北 暢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拿到美钞很开心想到银行换台币 这一换出现问题 坦诚钞票不是自己的 是从回收厂捡到的 换抽却惊动警察到场 因为他拿的都是加美钞 到场远景一张一张当场数清楚 点完再换本人确认一次 总共14张加美钞 有民众带着这些钞票 到银行说要来兑换 第一时间的行员说 有可能是真钞 不过因为他是旧版的美钞再加上他颜色比较淡 因此请他到总行来鉴定 没想到他带着这些钞票到总行之后 一看确认通通都是假钞 75年次的苏信男子做资源回收 说工作时在台北市大安一处大楼 发现一个红包 里面装着整叠钞票 兴高才列想换成台币使用 当天接连到两间银行询问 一下行员说无法确认 一下行员又说有可能是真的 男子敢在银行关门前 撑到总行说要换钞票 被银行鉴定处是假钞 直接报案处理 恐触犯刑罚 新版百元美钞做了3D安全条带 和墨水池中的中型图案 由于旧版美钞被位造得多 由银行无法换钞 目前台湾银行除了零贵确认 也会收取手续费 俗信男子捡到美钞红包 以为是天上掉下的礼物 这下不仅没换到前还得面临 未造有价证券刑则 TVB新闻 吴俊仁 叶俊 调国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好 赖清德说她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萧美琴呢 萧美琴被问到这一题 看她怎么回答 习近平主席 所谓没有攻台时间表的这个论述 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这几十年来也看到 这样子的贴标签是 不太具有建设性的 我们刚刚听到他所谓的贴标签 应该就是说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不是 不是 萧美琴两度被列入黑名单 大陆的黑名单 他叫顽固台独分子 国台办说这是独独配 讲的是 萧美琴跟赖清德 来 亮哥继续 因为赖清德就说他不管在任何职位 都会继续当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那萧美琴这个标签应该是在讲自己的 你说被对案定 我不是不是他当时是说 我跟你还原好不好 其实他们解的时候 是一堆麦克风堵着他 侯友宜说 问他说 侯友宜说 赖清德是台独务实工作者 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他的回答不是侯友宜 他回答说中国向来都这样 问题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是赖清德自己贴上去 不是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 侯友宜的谈话等于中国 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了 可是侯友宜是有所本 因为民进党的领导人也很少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选立法院这个舞台 公开讲出这个话 这是2017年 这个我有意见 郑亮 这个很可能你们都不同意 我去把它找出来 他是全文的 他上面一句话 他是讲给他原来的支持者听的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施敏德当民党当主席的时候 已经宣布民党不必 也不会宣布台独 所以他是一整段话 那我有一段话想要在这里讲 我不知道 凤星会不会觉得我很离谱 我看你看我的眼睛 我在仔细听 待会好好地批评我 欢迎你 我不会 我有一个梦 就像金恩一样 我可不可以告诉 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不是在打一场选战 也不是在争夺一个总统的权利 对台湾来说 2024年的大选呢 北京在观察的是 我是不是要从和平统一的方案 转为非和平统一的方案 那2024以及2028 这两场选举 会决定中国未来十年的方向 没错 好 那所以呢 我请从赖清德 肖美琴 到包括侯友仪 柯文哲 或者是赵康 都请他们全部 要以我刚才讲这个概念 是 为优先考量 你在抢权力的同一个时间点 你打到了对方 可是 你很可能把整个局势 在两岸的关系里头 最后转成一个对台湾将来很不利 中共 中南海就认为说 台独势力这么强 那不行 我一定要用非和平统一方案 而且积极的准备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 一直要在每一个竞选的 做候选的脑袋里 就是 There is a dangerous 那里其实是有一个危险区的 然后他才发言 所以当侯友仪 我相信他是根本不熟2017年 赖清德说什么 那当他的幕僚给他这段话 很好可以拿来攻击的时刻 他就直接讲了 可是我劝他以后不要再讲 因为人家赖清德讲的话 重点是在务实两个字 他是要讲民进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那你把他说成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那你自己蓝白又没有合起来 我说实话 你有本事政党轮替就算了 你蓝白和 因为你主将的意志力不够强 你让你的大将破坏掉了蓝白和 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好度的 都是赖清德跟肖美行可能会当选 那有可能最后 我讲了一句话可能叫 这不叫阿婆生儿子 叫阿公生儿子 是有可能的 就是政党楼梯 可是有可能 侯康佩会当选 但也有可能赖肖佩当选 在这个情况里头 你完全把他的话扭曲 变成一个台独工作者的时刻 北京那些中南海的人脑袋 也可能就跟着你转 然后他最后就感觉到说 最后还是他们当选 蔡永又当选 他又当选 下次2028万一又是他们当选 他的整个 整个对台政策是可能改变的 那赖清德并没有真的这样说 他的说法你有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都当过政治人物 你经常被断章取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完全扭曲原来的意思 那我觉得侯尹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然后赖清德呢 本身他当时的谈话 萧美琴在被问的时刻 他怎么可以犯这个错误 就是当他自己要做一个 副总统候选人 那我就要问了 你是美丽的川普吗 他用很美丽的脸庞 很温柔的声音 然后就说 中国都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把侯尹等同中国 那意思是说反对你的人 反对你民进党的人 equal就是等于是中国人 你把你自己的人民分裂开来了 你把你的人民里头 凡是不支持民进党的人 就等于是对岸的间谍 那等于不是你真正的人民 你是一个分裂这个国家 未来的可能领导者之一 那这样的谈话 尽管你再美丽 你声音再温柔 你的人气再高 你不见得是这个国家 最应该选择的复原首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说 像肖美的谈话 我觉得是严重犯规 他应该像我刚才一样 我刚才不是帮赖信德 辩护得很好吗 对 你说我这样的辩护 对赖信德没有澄清很清楚吗 可以吗 可以啊 他可以这样子讲清楚说 他认为他希望后宜 不要断章取义 赖信德原文全部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希望大家在竞选当中 如果你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都不能够遵守一定的风度的话 你其实不够资格做国家领导者 你可以这样讲 你为什么要把侯友宜等同中国呢 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次的选举对中国大陆来说 到底谁当选 我不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的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 2024年之后的台湾 是不是让他们相信 不再具有和平统一的希望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所有的备案 就不太可能是朝向一个和平统一 而必须要采取 刚刚文倩形容叫做 非和平的方式 或者我们大家可能更清楚的知道是 他更接近于武力统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这本来就是我们 其实必须要放在心上的 一个时刻点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我不去争辩它 因为我觉得陷入到细节里头 他就很容易把那个大的框架 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要去定性定调一个人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定性定调 可能不是凭借的一句话 他可能凭借的是 你很长期的一些作为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必须要去仔细思考的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边很英勇 我们一定要喊打喊杀 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中国大陆一切都是邪恶的 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神圣 我们很高贵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对于两千三百万人 尤其是有非常多 根本没有办法把小孩 送到国外的人来讲 他其实是危险的时刻 这一点其实我同意就是说 他必须要给所有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但是我其实我昨天对于 赖清德在高雄 然后谈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我想其实我本来认为 文倩也好 正亮也好 应该比我更有感受 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是个国中生 我那时候人在高雄 所以对我来说是冲击非常大的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抗议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开始 理解抗议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我当然承认我那时候 我其实是都反对那些人 就美丽岛事件的这些人 我这个还公开的跟施敏德道歉 那一个国中生 但是我们事后 所以我事后对于美丽岛事件 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这八位受刑人 其实后来施敏德也好 或者张俊宏也好 他们都跟我说 那时候其实我抱持的 并不是说要去坐牢 他们认为他们会被判死刑的 他们相信他们是会被判死刑 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决心 去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不是只是觉得会被关 他们是觉得说 他们是抱着可能会被判死刑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他们会同意现在 关电视的作为吗 他们会同意现在 所有的贪污腐败 全部遮盖在一个反中的一个 帽子底下这样的作为吗 他们通通不赞成 所以现在八位受刑者 扣除掉已经过世的 只剩下城局 一个人还在民进党里头 剩下来的 我们在世的 所有的当年的受刑者 现在跟民进党 疏远的疏远 然后分开的分开 甚至于埋怨的埋怨 然后不断的被 被各式各样冠上 各式各样的头衔 就像刚刚文倩所提到的 施敏德当时想要替民进党 开一条路 结果他被骂成台奸 我只是想问说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资格 站在别人的血汗面前 侃侃而谈 然后去挖掘自己的政治领域 这个我想讲的 就是我想补充奉心讲 赖心者小我一岁 柯文哲也小我一岁 侯仪大我一岁 1980年我台大法的系四年级 那一年我就参加党外运动 就是为了美丽岛事件 因为我是台法的系 我被我的老师拜托去帮忙什么什么 然后接着没有多久 姚家文的太太助选 我就辞掉我在律师事务所 很高兴的工作去助选 我看到现在这些人 当上比型的时候很小 担心者只有小我一岁 他从政应该是1994的时候 参加新潮流 96正式当国大代表 那当然他对市民的尊敬 那蔡英文呢 他一直都是国民党 他1984年变成政大的副教授 是李焕批的 李焕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 那为什么李焕要批 这个位置为什么会高到李焕要批 就是一个那么小小的副教授 没有人知道 但是别人给我看过公文他 那看过公文他们哪有别的目的 但是帮他奔走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他的名字叫冯富祥 冯富祥 所以我要跟你讲说蔡英文一生都是执政党 那赖清德个人呢 他当然家里从小很穷困 矿工 或许对他来说他必须很务实地看到他的人生 所以我相信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因为他真的很务实 你懂 奉行李想想看他念复健科 然后之后去年去当兵 然后当复健科医生很快有后遗学系去年成 到后遗学系很快做主治医生没有几年就立刻出来选国大代表 然后用国大代表位子立刻去念哈佛的公共卫生 然后之后回来就选立委 他真的很务实 他不会像我这种傻瓜 把你自己的工作前途都不要了 然后他只小我一岁 那柯文哲也只小我一岁 讲到二十八就开始哭 所以我常常对于跟我同年龄的人 对于过去的迫害 然后对于过去的民主运动 他们都没有参与 I don't know 就是你有什么好哭的 如果你这么悲愤 到今天还这么悲愤 那那个时候的你怎么那么冷淡 你怎么那么明哲保身 你怎么那么苟且偷生 四个字送给大家 那大家通通都在苟且偷生 在那个年代里头 我很记得当时的党外 可能加起来就一百多个人吧 民党建党的时候 在原山饭店没有要建党 他是一群党外后援会 要提名候选人 然后大多数的人是不要建党的 是尤青跟谢长廷 还已经死掉的朱高正 高声一呼就所有的人都 全部说建党 然后几个人呢 当时是党里头 主要重要的几个人物呢 脸都绿掉了 想说我走出去 可能会被奖金我给抓了 我要告诉你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的人只有一百多个人 那现在后面的这些人 你要讨论刚才奉行讲的 高雄事业这个事情 也不是不行 那就请你记住这些人 他们留下来的血汗 他们曾经不在乎死刑 那张俊宏说他可能被判死刑 我不知道 但是施命的是 在军法大审的时候 后公开要求审判长 然后恕了所有其他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在辩解他无罪 他跟这个游行没关系 他跟暴力没关系 他只是傀儡 什么话通通都出炉了 只有施命德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讲的都对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 只有我是 我要推翻你这个政权 你不要再滥杀无辜 你不要再做伤害 他主要是讲灵宅血案 然后最后他就哭出来说 你判处我死刑 你判处我死刑 那个是当时他 那我家里头是二十八的家庭 可是我很少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你一直讲苦难哭要干什么 你就是应该在重要的时刻 当台湾民主的关键时刻 你就要去付出你的代价 你个人人生的代价 你去行动 你不是等到你有权利的时候 把它拿来做一个提款 前人的苦难 不是给你当提款机用的 那如果说前人的苦难 你当时没有勇气参加 那你选择很务实的活下来 然后很现实的 去取得你的权利 或是你一直都是执政党 That's okay 没有关系 可是呢 你至少要记住 人家为什么牺牲 那那个牺牲里头的 那些重要的民主原则 重要的法治原则 重要的人权原则 今天在何方 我们刚才从前面谈的疫苗 当时的民进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是一个讲人权的政党 他怎么可能同 那看起来好像清朝做的规定 如果国民党当时 我想连蒋经国都不敢做 自己先打吧 蒋经国都不敢 蒋介石还有可能 蒋经国当然没有这个可能性 那李登辉更不可能 我们现在比起李登辉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百分之九十的媒体跟网络 都是控制在民党的手中 百分之九十几 一言堂到这个程度 他当然对我有好处了 让我感觉我回到青春时期 就我1980年代的时候 党外杂志只有一小撮 然后其他通通三台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那唯一的差别是 那个时候要被抓去坐牢 现在不用被抓去坐牢 可是在控制媒体 党政军控制媒体里头 是一模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呢 我要比陈水扁好了 政党那时候在民营党 政党你认不认为民营党最恨的 就是TVBS 2100 2100简直是要毁掉民营党这个政权 他敢不敢关TVBS 没有 他不敢 他想嘛 但是最后现场题没有关 为什么 因为陈水扁自己是蓬莱岛案 差点去坐牢 坐了牢 现场题也差点去坐牢的 他们最终没有关到TVBS 可是蔡英文敢 这基督上困难度很高 那赖清德当你把民主的理念 人权的理念 因为12月10号不是美丽岛事件纪念日 它是高雄人权纪念日 他是为了人权选择那天办 然后也在那天出事 然后那天出事的原因 是有流氓 然后那个流氓到底是谁派的 还是真的是有流氓来参加 现在还搞不清楚 但这个重点是当你回到那个历史场景的时刻 你感受到的是前人的伟大的民主的信念跟理念 还是你把它当提款机 然后你继续你现在的一党独大 然后当年的一党独大 蒋经国还留给了我们经济繁荣 你也没经济繁荣 连蛋都没得吃 然后现在还一党独大 你在搞什么 意识形态 来我们进行广告 葱和香菜是很常见的配料 不过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 那么你呢 你是哪一派 我觉得是可能香菜 那个味道有点太浓 我们是OK的啦 应该是葱吧 葱 葱比较呛 香菜比较香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香菜 葱派还是香菜派 各有拥护者 不过外送平台最新调查 消费者订单中 不要葱比例占了5% 有多达20亿万多比 也显现讨厌葱的人 比香菜还要多 大家超级不喜欢吃葱 甚至不喜欢吃葱的人 是不喜欢吃香菜的人的2.3倍 调查还发现 台湾人爱吃辣 其中又以小辣订单多两成 是大辣和微辣的5倍 至于两大外送平台热搜排行 分别以蛋品销售第一 紧接着是牛奶 以及泡面和豆腐 另一间平台则是素食 早餐火锅多人搜寻 另外还有点不到的热搜排行 隐形眼镜快筛试剂都上榜 外送平台要抢话题 这回还找来当红球星林书豪 和资深主播沈春华代言 其中林书豪透露 自己最常点的是做饭用的蒜头 以及雪花冰 沈春华则说最爱油条 很多起司 就是酱 这些比较不健康的油炸的这些 我没算过 我不知道可能 很多吗 十个吧 外送商品比多元比价格 代言人也是比拼新战场 第一个新闻脸 张慧仙 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是谁这么有种 敢买通杀手去对付寒丹的人吗 这会不会是胡壮奎提醒最好的局 那我们就趁势 截断这老婆里所有的静脉 韩仙 我们收到线报 怀疑KM结合办公室常有主题 先来搜查 不知道 你把我自己放下先了 打到他说出来胡壮奎大力再来 走在长滩岛街道上 感觉商店圈徒步区非常空旷 沿途边走边逛 居然也没有台湾或大陆游客 当地的观光三轮车上 一车一车载的几乎都是 菲律宾当地人居多 原来台湾旅客原本可以选择 搭菲律宾的皇家航空到当地旅游 而且是直达最靠近长滩岛的卡提克兰机场 还有虎航可以飞到远一点的卡利伯机场 要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 但这两个航线现在都已经买不到机票 对于想去长滩岛的旅客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因为旅客只能先到马尼拉再转机到长滩岛 由于马尼拉的机场 其实它的便捷性非常的低 如果转机马尼拉再来到长滩岛 至少都花上半天时间 据了解从冬季颁表10月29开始 虎航就暂停直飞 虎航也回应考量到目前市场需求变化 以及旅客对旅游市场的期待 将以最妥适的航线规划为布局 对于中文的店家影响得非常大 像是中文的导游啊 中文的潜水的服务 或是中文的商家 通通都影响很大 就是有点苦哈哈 疫情后国人旅游出现变化 向新雨12月就增加了 铭鼓和旧金山航线 华航不只在热点增加航班 也从12月9号开始赴飞高雄新加 好我们看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大家知道他刚刚上任的时候 台湾还大叔特殊 说他有来自台湾的爸爸妈妈 不过最近他对于台贸的 台湾贸易的谈判 他说有进展了 不过他的一个重点是说 拒绝传统的FTA 双边贸易协议这件事情 他说现在以前传统的 所谓非常全面最大的 最大限度自由化的协定 已经时空转移了 现在不适合了 我们台湾最近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不断的在宣传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这件事情 主要是我们的代表 郑建东的谈话 然后很多媒体大幅的报道 大幅报道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进展 最重要的是要讨论市场准入跟关税 可是戴琪的谈话 你把它拿回来 不好意思太快了 戴琪的谈话里头就是说 那个是以前的事情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 其实跟一个国家领导者的眼光 非常有关系 新加坡在哪一年前 是奉行你记得 我记得 2004年1月 然后新加坡跟南韩 是全世界签最多FTA的 南韩就吵了很多次 其实最重要就是 美国要求农产品进口 然后农民抗争 最后南韩跟美国签订是2011年 那日本是在川普时代签的 他就签不出自由贸易协定了 因为川普是反对FTA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谈 这个什么要有当时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者 在2004年那个年代开始 人家都知道说 美国的问题在一直跑上来 你要越早签订你越有利 所以你就看到 新加坡签的最好 韩国签的其次 到了日本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都很了解 日本的自民党 很多人自民党的 最重要的基础都是农民 所以在日本引起的抗争很大 可是日本还是非签不可 在川普时代赶快签 因为他觉得再不签 会未来条件越差 那那个时刻就是 农产品进口到日本 日本交换到关税 好了回到戴琪的谈话 他就是认为说 那都是以前的做法 换句话说 他就是关税的部分 我都要保留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论中所说的 他想比照日本 当时在2019年的 其实戴琪的谈话里头 他给予很大的扭曲 他说那是1980跟1990 他也胡说八道 我刚刚背给你听啊 2004年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协定 2011年是南韩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哪来什么1980跟1990 所以戴琪把这个话讲成这样的 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签这种类型的协定 然后呢我们说 我们可以在免除关税 有没有 市场转入这个部分 现在他的谈话里头 他完全就是说 我们还要再继续协商 所以他不给一个好的答案 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表会在这个时刻 大做宣传选举到 选举到了 其实这件事情 很早就已经清楚的看到说 美国内部的政治 因为当川普 他把大量的这些蓝领工人 收归为他的支持者之后 传统这些工会支持 民主党的这个力量 其实就遭遇到很大的削减 所以那时候美国连TPP 在2016年川普跟Sharry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当时Sharry都已经知道说 TPP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川普上来之后 不但是把TPP给取消了 而且明白的说 不要再签任何的自由贸易协定 拜登上来之后改变了吗 没有 因为他要工会的支持 所以他才会在接受 美国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 Freyman专访他的时候 他说他不会跟任何一个国家 签自由贸易协定 他这是公开说过的话 这是他在进入白宫之前 当选了 还没有正式就职之前 他接受Freyman他这样公开的宣示 他连英国都没有任何的谈判 更何况是台湾 其实刚刚文倩讲了说 没有远见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要急着想要参加 CPTPP CPTPP的全身是TPP 那你知道TPP最早倡议 其实不是美国倡议 也不是日本倡议 是四个小国家 新加坡 汶莱 智利 还有纽西兰 刚刚文倩讲说 一个国家有没有远见 就在于此 那是2005年 他这四个小国家那时候 想说我们要一起 集体就像那个一把筷子 往前走 对不对 他们邀请了台湾 但陈水扁拒绝 因为他看不起这四个小国 而我们从此就失去了 自始至终 一开始成为CPTPP成员的机会 来 亮哥 邓正宗从头到尾都是说谎专家 说谎专家 我跟你讲 他之前谈的是什么 贸易便捷化 什么贸易 然后什么服务业 国内规章 法治作业 反贪腐 这个WTO都规定了 你谈个鬼 然后他说要增加范围 是增加什么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是市场准入 是增加什么劳工标准 环保标准 国营事业 农业开放 我跟你讲 劳工 美国就直接讲 说台湾的渔民 用的那个外劳 三万五千人 超时工作 以美国来讲 这个就是强迫劳动 是 没有错 所以我跟你讲 接下来扩大范围 每一项都对美国有利 对台湾 国营事业 你就要强迫开放 美国又没有国营事业 农业 你的农产品 搞得过美国 劳工 美国的劳工标准 绝对比你好 所以每一项都是 强迫打开台湾的市场 跟进入美国市场 哪有什么关系 那你觉得现在提出来 突然大肆宣传 就是要骗我们 因为在选前 当然是嘛 因为在选前提出来 每台二十一世纪贸易 常义 听起来很关黄 等一下 你这个还是我贴给你的 为什么所有的媒体 都跟着邓振忠的说法 这个我不清楚 没有 因为所有的媒体 都控制在他手上 对嘛 我一直要讲这句话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新闻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假的 来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是不是上面有淋一点那个 像肉灶的 最主要是我觉得它这个鸭肉 好嫩 好嫩 它有冰沙的感觉 对 火龍果直接去冷冻 然后再把它炸成 你找到 直上玩家包 我懂我 好 欢迎您回到 TVB是战情事 我是钱子 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立法委员何志伟 资深媒体人陈凤馨 立法委员洪孟凯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台北市议员黄敬寅 好 观众朋友 二零二四的总统候选人 今天抽签了抽号次 我们看到这个号次的结果如下 第一组是柯营配 他们抽到一号 赖肖配抽到二号 侯康配抽到三号 那当然也不能免俗的 三组候选人都说了吉祥话 包括你看到了柯文哲讲 义无反顾 披一次 他自己亲自到场抽签 美德双拳稳定向前 这是萧美琴说的吉祥话 他来抽 抽到二号 而三号侯康配总统票头三做你的靠山 而且呢 还有一个叫万事OK的一个手势 我们来看看 二号 美德双拳稳定向前 总统票头三 故意的号码 按惯例抽到号码当下立刻喊口号 二零二四总统大选号次出炉 柯营配一号 赖肖配二号 侯康配三号 但柯营配的口号到底是什么 第五本路拼一次 最好选择选一号 十一号上午十点 中选会进行总统号次抽签 国民党侯康配本人没出席 派发言人群当代表 一早九点四十分率先抵达会场 因为当初最晚登记排最后抽 至于民进党赖肖配则由 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第一个抽签 代表着胜利的二号 那美德配也会继续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让台湾赢 台湾赢 台湾就会是世界的台湾 最晚到的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本人亲自来抽 一进入会场坐定位 跟旁边的萧美琴 点头打招呼 前一晚有没有准备幸运物 好抽中自己想要的号码 柯文哲说自己没再信这套 我是西医人 没有很注重这种东西 就是个号码嘛 就给投票准备一个号码让他选 尽管一贯的科学务实 但还是要有所准备 只见一确定号赐后 三阵营不但有口号 号码贴纸也准备好 立刻贴上去 贴上我们二号的胜利标志 美德授权 台湾幻青山 人民有号码 号次出炉后也象征大选进入最后阶段 不管抽到什么号码 对候选人来说 都是自己的幸运数字 好我们看到呢 这些候选人呢 不能免俗的 都已经事先准备了一些吉祥话 所以一抽到什么号 就有相对应的吉祥话 就可以说出口 不过柯文哲被问到说 你有没有带幸运小物啊 柯文哲就讲说 哎呀我是西医啊 我西医我注重的是科学啊 我没有这种东西啦 那另外我们看到朱立伦也 自己曝光了说 国民党内部的内参民调 你阿伯还要再加油 因为我们侯康跟这个赖销 只差了0.2个百分点 所以侯康 这个柯营阿伯 你要再加加油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今天也上了 浅秋的节目 他说台北市好奇怪 被执政八年的地方 怎么搞的 你的民调垫底 我们这个侯友宜冲第一 这个是来自于黄吕的说法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柯文哲 他说哎呦 你就公布那个原始资料 用口说五评 你要公布原始资料 像我们民众党 就有公布原始的资料 我们还是第二名 我们不是老三 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 包括黄珊珊公布的 而另外年轻族群 中部都是侯康这一组 还要再加强的 20到29岁两阵营打平吗 我们看到照上康大哥讲说 国民党内部民调 我们20到29岁也没有输 那美丽岛电子报 因为他在做的是滚动式的民调 所以每一天都有新的资料出炉 我们看到赖清德前一阵子 在高点已经突破40% 的天花板 今天又掉下来了 只剩下37.8 那他掉下来这两%多 灌到阿伯身上了 所以说年轻人的移动或流动 两边都流来流去 可是看起来国民党在年轻人这一块 可能目前略居下风 吴子佳就说了 我最近一直在打柯文哲 打好久 怎么搞的 柯文哲手上 有将近300万的票 好像看起来是打不倒的 两天就把赖清德 从40拉下来了 许小新的说法是说 最后最后可能只有 数十万票的差距 而扭转的关键在哪里 许小新自己认为是在投票潮 返乡的投票潮 他说的返乡是什么 海外的华侨 以及在台湾的台商 他认为这个是关键点 来 委员 而且先讲今天抽签 这就是号码 但是大家因为三组候选人 一定也各自准备 各自的这个吉祥话 这毋庸置疑 因为就像譬如说立委 下个礼拜三 12月20号换立委要抽签 我们一定也会准备 我们自己的吉祥话 好记好上口 所以说这个三组候选人 今天就抽出来了 但是我们也要讲 侯康佩 我觉得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是我们看 不管是立个几个 这种媒体公布的这个民调 确实他现在就是一个 跟一二名两个差距非常小 但是跟第三名 比较有一段落差 所以说其实也不用讲说 是要把内参民调参出来 其实我们看坊间的媒体民调 这公正的吧 而且这也是开大门 走大陆的一个民调 侯康佩应该要告诉大家是说 我们自己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不用说建立在 讲别人不好的地方 其实侯友宜过去八年的 新北市副市长 或是说五年的新北市市长 他的政绩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他第一任的时候 赢对手29万票 第二任的时候赢对手46万票 所以扎扎实实的 他可以把新北市治理好 当然放眼全国 他可以把他的这个政绩给展现出来 那我们也要讲 刚刚萧美琴受访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句话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同 她说台湾一定要赢 我当然没有错台湾一定要赢 但是没有说你赖销配赢 才叫台湾赢 其他人就不算赢 这是什么民主逻辑 还有更重要的是台湾赢了 他刚刚讲的意思是赖销赢了 台湾赢了 台湾就会是世界的台湾 什么意思 我其实说实在话 不用讲那么文青的语言 告诉国人过去八年 你民进党大权在握 掌握执政优势 尤其是你赖清德 从第一任的行政院长 到第二任的副总统 你萧美琴是驻美代表 以及你第一任的时候 还是立法委员 你们让台湾的一个 不管是内部情况 或是外部环境 到底变成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 真的有比2016年好吗 所以这个是职求对决的时候 我还是认为 各个候选人都应该拿出 我们的政策牛肉 那最后补充一句 很多人开始在讲是说 12月30号 总统辩论 见真章 可能有人觉得说 侯友宜相对来讲 口才好像没有那种辩解 错了 其实侯友宜她自己很了解 她的一个实证方向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这两天听到 侯振营的辩论小组的 协助准备人员 他们也讲是说 12月30号 现在有备而来 而且一定会让大家惊艳 侯友宜确实是一个 准备好的中华民国总统人选 来 志伟 我想很开心 这是一个胜利的讯号 那我想延续着 孟凯刚刚讲 就要讲得很好 你要看一个总统 那到底做得好不好 内政经济 我们很难得的GDP 还可以上6% 这都是过去的 我们努力的成果 那当然我想 台湾在未来 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虽然大家讨论不多 习近平在美国居然说 他没有攻台的计划 我想这个我不想扩大去解释 但是民进党的执政 这些年来 错的我们检讨 但是我们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维持现状 维持台海的和平 连习近平他这种statement 都出来了 表示我们在稳定的发展 那更重要的 我们国基国造 潜舰国造 F16V全部到位 经济也好 国家安全也好 我们都努力做到 来 静音 抽到一号 那这个刚刚好 跟我们最近的这个口号 义无反顾拼一次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一号 其实蛮多这个粉丝们 大家也都很兴奋 因为抽到一号 有一个好彩头的感觉 所以其实口号上 也不太需要变更或是变 去改啦 所以就直接用义无反顾拼一次 让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一号 那其实再回来讲一下 所以我相信现在 大家在公布一些内参民调 大部分可能是在跟自己的支持者 做信心的喊话这个动作啦 但是我想喔 不管是如何 大家都是想站上民调的第一名啦 所以可能在这些口水上面 我就觉得不太需要再去 多多的多琢磨 我反而觉得民调就是要冲到第一 这才是大家现在剩下三十多天的目标 那柯文哲这几天其实我们在走 包含我们自己这个青年团队出去讲 台北 新北等等的 其实对于年轻人的聚集度还是有的 在中山捷运站或者是儿童新乐园 这些爸爸妈妈比较多 或是年轻人比较多一点的地方 其实还是会有人路过之后 听到我们在宣讲 会愿意停下来 那再包含现在 我们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做八个小时的直播 其实在线人数 至少都有五千到六千以上 那甚至到晚上的时候 在十点左右的这个时间 柯文哲会自己上直播 来跟大家对话 那个同时在线人数 也有超过一万多到两万左右 所以我相信他在年轻人这一块 巩固的这个直播号 或者是网路上的声量还是有 那当然加强路站的部分 就是必须要的 我们除了分多线之外 粉丝们自己也背着他的气球 到处去走 所以空站跟路站毕竟 我相信是接下来 我们应该要更加努力的 是选举倒数三十三天 进入肉博站 我们进一下广告 小滚滚的铁板打上一颗荷包蛋 再放上面条淋上酱汁 这是大家印象中的铁板面 但有人却在脸书po文 还引发热烈讨论 因为有民众贴出一百二十元的发票 以及只有淋酱的面条 标题写着只有富二代 吃得起高级牛排馆的 一百二十元铁板面 结果留言迅速炸锅 而位于台南被点名的店家 也回应了 他那个图片没有蛋是因为 我们加面可以不用钱 就是可以一直夹 吃完可以一直夹面 一般六七十元的铁板面 除了荷包蛋跟面条 大多还有喝到饱的浓汤跟饮料 有些还多了餐包 但引发讨论的一百二十元铁板面 喝得就有咖啡茶类等等热饮 甚至还有爆米花 冰淇淋等点心 重点是可以免费加面 其实台南有些地方 还是可以吃到六十元的猪牛排 不过用在环境 就更加相对平易近人 五六十元的价差 多了其他副食 只能说是用来吸引不同课程 但一具高级牛排馆 以及富二代的网路留言标题 却差点掀起网路论战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人家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好好喔 电脑是怎么会 你怎么那么好啊 杰宇 你是不是喜欢星星 你干嘛同样这样问啊 千万就跟着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那个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TVBS42台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因为你如此耀眼 由英国节冠名赞助播出 男子转过身裤子上 从胯下到小腿失一大片 一旁朋友一边笑一边拍 怎么会上厕所上一上裤子全湿了 当事人尴尬笑出来 说自己没有尿弯 朋友不相信直接实测 手挡在感应器前 模仿有人上厕所 结果手一伸开 小便斗不是往下冲水 而是往前喷 水柱还不小 当事人跟朋友再也忍不住 放声大笑 小便斗就像是喷泉 水全喷到地上 谁站在前面上厕所 下场就是被喷湿 影片剖上网引来网友讨论 有人说这上完一出来 根本是大型射死现场 说自己没尿歪都没有人性 一查这个小便斗 竟然在云林西罗休息站 回到厕所 当时小便斗已经挂上维修中的牌子 不只民众被弄湿 地板也可能积水产生危险 当天的部分我们要进行维修了 那在维修的过程中 可能造成会有误伤的运行 休息站工作人员表示 对民众感到抱歉 也有请人抢修 故障厕所大家看多了 但冲水不是往下 而是往前用力喷 倒还是第一次 TVBS新闻 张崇敏 张军严 许佑祥 云林场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好 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 三党的总统候选人 都到各地去努力 而侯康这一组是跑到了花莲 他们在花莲造势 我们看到了傅昆琪 必须讲地头蛇 号召了数万人到场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侯友宜 马英九也拉起了傅昆琪的手 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你们国旗取高 听大喊声中 侯友宜 赵宗康 从后方走向舞台前头 多次被热情民众大力拉手 大场面有傅昆琪做动 就在初选过程中曾经挺锅 一看到侯傅昆琪主动举起 他的双手 全民大团结 9年霸是历史最长的五星市长 连侯友宜都做不到 对花莲县的政绩 有口戒备对不对 对 蓝营大咖在花莲 现场喊出五万民众集结 后一发话要用地方建设 更便捷点名绿营赖小沛 所谓的环岛快速网路 很多人连署民进党缓队 萧美琴 也会缓队 我进来的时候 因为躲在侯友宜兄的后面 他在前面嘛 他做该路先锋 我的手都快被拉断了 他的手已经我觉得已经 快不属于他自己了 从来没有像花莲这样的热情 花莲今天展现出我们 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团结 会这么说 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就连曾被复困其 案子是丢失政权的 崇祯皇帝 前套同马英九 不仅献身力挺 两人还把手拉紧紧 最热情的呐喊声 来欢迎 为我们打通苏尔改的 马英九总统 我们得胜利 我们得胜利 做事有坚持有魄力 有智慧有担当 把宝贵的一票投给认真 专业的傅昆奇 让他高票当选 留在花莲为大家服务好不好 好 放下曾经的嫌隙 对地方派系敞开双臂 从后山立平奋起 好来 永平 选战到今天 大家看到已经抽号码了 就表示说已经进入到 最后一个月的肉搏战了 那在这种时刻呢 我觉得昨天花莲大造势的成功 非常的重要 虽然大家会说 你的花莲早就是你蓝营的地盘 因为花莲的县长立委相当的稳定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花莲王傅昆奇 在侯友宜被征召提名之后 跟郭台铭两边互相亡不见亡的过程中 其实傅昆奇是一个要角 包含郭台铭的很多地方联署 甚至议长的一些县 都是傅昆奇有帮忙他在牵线的 所以在现在郭台铭不选的情况下 傅昆奇在整个花莲王回归 侯康佩的阵营 而且昨天这场造势 当然详细人数我觉得大家 没有办法到最后讲得多精确 他们说5万 可是号召5万 各位讲 他就算没有5万 起码3 4万绝对有 这种人数多惊人 我跟各位说 在台北市5万人不算什么 新北市5万人更不算什么 就算是高雄5万人也没有太严重 花莲总人口多少 31万人口的花莲县 这还不剔除说没有投票权的 全线也不过31万人 你如果再剔除掉没有投票权的 可能20多万票来 他来了4 5万 4分之1 5分之1的人 通通都跑来现场 来支持侯康佩这个候选人 所以这种的造势跟这种的团结度 对国民党来讲 侯康阵营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心征 而且它的扩散效应 是对于所谓的各种地方议长基层 这个地方装脚组织的扩散效应 那我要再讲 这个周末除了花莲王的回归 这个花莲造势大成功5万人以外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之前还有一点犹豫不决的 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他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同意出任侯康佩的全国后援会总会长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王金平 第一个他是一个万应工 他帮助过多少人 解决过多少难题 第二个他到现在对政治非常行动派 他才刚接这个全国后援总会的 这个总会长 今天就立刻把我们曾经担任过 立法委员的好些人 就已经组织在开会了 对 然后他恳切的老院长的诉求是说 时间太多拜托你们做国理委 你们都有你们的条件 把你们的鞋子拿出来 我们说医長现在不用鞋子啦 手机啦 他说好啦 手机拿起来 卡电位 卡给你们的条件 卡电位 拜托人啊 董燕起来啦 那王金平再加上复昆起 国民党本来有一些什么这个当时闹得不愉快的议长啊 各方面还在那个的啊 要回归 今天实在不好讲 我就在王金平那里 一个之前大家觉得已经帮了郭台铭走的路 好像拉不回来的那个议长 已经跟王金平约下个礼拜就要见面 是是 对 没有错 所以所以国民党的整合一直在整合 现在最后一块 郭台铭还有本土兰也在整合当中 我们刚刚讲到花莲人口三十一万 可是不要不要忘了这个地方的观光产业 非常的发达 不过过去他们有很多的收入 都是来自陆克 那现在陆克暂时discontinue了嘛 所以你看到侯友宜就承诺 如果他当选的话 两岸和平要让陆克来台湾观光 而包括你看到现场 据说号召五万人 现场的主持人甚至宣布啊 来到场的造势者破了五万人 傅关琪的手被高高的举起来 而赵超康自己也说 在大进场的时候 他的手快被拉断了 乡亲都伸长了手去拉他 所以手都快要被拉断了 有职业伤害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破冰 为什么会破冰 因为过去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新结吧 那个时候2009年 当马英九在担任总统的时候 然后复昆其危机参选 离开了国民党 地方山头也归对了 更不要提刚刚永平讲的 王金平也出手了 所以看起来前途一片好吗 就是对蓝莹来讲 来 当然没有一条路是顺畅的 不过我最近在观察 选举的那个过程 其实我这几天感触是很深的 因为刚刚静怡有提到说 民众党很认真的打空战打路战 但他打来打去 其实就是剩下一位政治明星 那就是柯文哲 其实就连吴欣瑜能够对他的帮助 都是有限的 我当时我也有听到一些说法说 吴欣瑜能够不要在媒体前面出现 就尽量不要在媒体出现 他们就会以软性的这个方式 然后去走基层 那么民进党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 真正的明星 其实就是赖清德跟萧美琴 除此之外就只剩下蔡英文了 剩下来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因为全党瞎挺一个 抄袭论文的林志坚 所以他中标了一堆的这一些忠贞代 通通没有办法出来 然后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郑文燦或者是陈思诚 就你会发现他们不见得是票房零药 可能变成票房毒药 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 那我当然感触很深刻 因为刚好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王鸿威他的竞选总部成员 我大学同班同学 对我来讲 我就是要力挺他到底 那到场的人其实是 就是你把那个政治光谱 这样全部加总起来 马英九也到场了 然后朱立伦 不用讲侯友宜 赵少康 韩国瑜 蒋万安 卢秀燕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样的一份名单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一次的政党轮替 国民党也拥有 非常多的政治明星 但你把他的政治明星隶属下来 马英九也好 胡志强也好 肖万昌 姜炳坤 刘兆璇 这些人 他们全部都是 官僚体系当中 所培养出来的政治明星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选举的洗礼 他的重心点就是放在 这个政治的专业逻辑上面 应该怎么做 他们就怎么做 所以常会被批评说 跟民间隔阂很深 但是你现在回头看 我刚刚所念出来的 所谓的政治明星 有哪一个不是经过 选举洗礼出来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蜕变 他就跟2021世纪初期的时候的 国民党出现了重大的质变 就是现在对国民党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 他一定必须要靠选举起家 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空跳出来的 他都必须要经过选举的洗礼 他才能够成为政治当中 非常重要的扛把子 但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没办法 因为他们的政治明星 通通都是在内阁里头 可是现在的情况就刚好相反 对国民党来讲 坦白说在四年前 你会想到蒋万安变成政治明星吗 你会想到卢秀燕会变成政治明星吗 你会想到侯友宜会变成政治明星吗 甚至于韩国瑜可能都会觉得说 他可能已经很难成为政治明星 现在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他们藉由不同的特质 然后取得他的政治舞台 然后各自表达他们 从不同的基层所听到的声音 这种蜕变 当然我不敢说 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的 就是官僚体系当中训练出来的 专业的官僚人才 他有他的专业性 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士大夫的坚持 但是他们就真的会跟明末有出路 可是今天 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蜕变是 我从上个世纪好了 我从1996年第一次的总统大选 一直观察到现在 2004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时候的联颂和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 国民党拥有很强大的板凳球员 这就好像你去打那个 打那个篮球MBA的时候 有替换的 你的第一轮 第一轮当然是最强的战将 可是后面发现说 第二轮跟第一轮 其实差不多的这样的战将 这个时候你的谈判就有底气 我那时候觉得说 板凳球员很深这件事情 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讲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周末 我反而比较注意到的是 现在蒋万安在高雄的旋风 在台中的旋风 然后卢秀院在台北引发了旋风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蜕变 会不会就等同于成功 这当然我觉得现在 它的几率有在上升当中 那你要说已经当然很放心 我觉得是不至于 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蜕变就是了 这也是一个指标 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很多的花都含有所谓的毒素 特别是观赏用的植物 比如说像这个海玉 或者是这个龟背玉 那黄金葛 甲竹桃 百合花 金针花 父子花 圣诞虹 凌兰 杜鹃花 毛地 还有像曼陀罗等 那基本上这些含有毒素的花 通常 主要会造成中毒 是因为你误食 才会造成中毒 所以你就去摸一下 那闻一下 事实上应该是不至于 因为这样就造成中毒 那当然如果说它有滋意 比如你把花捏碎了 有滋意站到手上 我们就建议赶快把它洗干净 基本上也就不会有问题 不同的花造成的毒性 其实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 像这个百合花道的毒性 其实就不是很强 大家都知道 金针花如果没有经过处理的话 它含有秋水先减 那这个量多的话 它其实会造成苦水的抑制 那肠胃道可能会腹泻 那甚至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休克 掉毛发死亡 所以这个其实 它毒性可以很强 那像毛地狂跟甲书桃 因为它会有所谓的心脏毒性 会造成心律不整跟死亡 父子本身也是有心脏毒性 所以它严重也会造成心律不整跟死亡 那至于比较常见的 天然星科的 不管是海域 龟背域 黄金格 采叶玉这些东西 它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含有草酸 所以它具有刺激性 那如果不小心吃下去 会造成肠胃道的症状 耳心的呕吐 那至于曼陀螺这一类的话 它最主要枕株都有毒 所以不只是花 包括精力也都有 那吃进去之后 它会产生抗乙烯胆碱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变得嘴巴变得很干 脸会红 然后甚至会有幻觉 那严重的话可能会昏迷 那死亡也有可能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吃了这些所谓有毒的植物的花造成中毒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吹吐 因为你吹吐很可能会造成这个我们叫吸毒性肺炎 那另外大家也常常说 可不可以喝牛奶来解毒 那事实上 牛奶大概对天然星科 含草酸的植物可能会有些帮忙 如果是吃到是比较毒的植物 譬如说像刚刚讲 像毛地黄 或者甲猪桃 就会建议你尽快去就医 毛地黄是有解毒剂的 如果是吃到毒性比较低 像刚刚讲天然星科的这一类的植物 我们会建议其实可以打电话到 这个毒药物咨询中心来咨询 你好像有一种有毒的鱼 有没有 当时看了我也满傻眼 他就说 我跟你讲 你的脸呢 就是仙女 你跟他像仙草吗 你现在是仙女棒耶 TB 欢迎来自私人频道晚间九点 女人问我最大小时尚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拉起来 他可以拉了吗 坐进钓虾场十分钟 好幸运虾子就上钩 你好厉害喔 钓虾场不仅是长辈喜爱 也越来越多年轻人会用闲暇时间来钓虾 只是您有发现吗 双北地区的钓虾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以外双溪来讲 这七八年来大约少了三到四家 十多年来双北的钓虾场加速是减少四成以上 目前仅存三十家原因是什么 逐渐会比较少一点 就是例如说土地可能比较不好找会征收 如果你找到太小 你可能要的设备就没有那么逐渐那么好那么多 以分布情况来看 北市业者主要集中在外双溪一带 新北市部分三重 芦州 中和 细纸 新庄 新店都有钓虾场 需要的土地面积大真的不好找 业者就说至少要有八十瓶以上才够用 再加上虾子成本上涨 让经营更有挑战 民国八十年一斤的虾子大约是两百块 现在翻倍涨 成本 好 我们来看看赖清德副总统 他的这个老家在万里 是不是违贱这件事情 其实过去一两个月 已经在媒体上面造成非常多的讨论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来 那当然是柯文哲 他强力的去质疑这件事情 而且他用一些比较尖锐的声音 来抨击他 我们来看一看柯文哲怎么讲 柯文哲台上炮口对准 赖清德老家违贱争议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不能讲人家太多坏话 他哭是因为哭他家的违贱 不是哭老百姓死掉 开箱赖清德哭不是为了百姓 老家违贱至今未差 是因为赖清德对自己选情太有自信 那就是执政的傲慢 不然你是要怎么 就要算我 我不是要 哇你这样 我们只好让他不能当选 不想被蓝绿边缘化 柯文哲批率又打蓝 他说这样 说得整齿把全部 老是说我不要听 我来去跟你说 没贪物就赢你国民党丢民进党 你的党国民党党丢民进党 存在哪了 你什么人对出于你 Wide QA环渠首度有外媒提问 柯文哲这样ux 所以这次如果再去 中央政府去当总统 这不是完全没有经验 其实我跟你讲 台北市长 有去选总统的都有上欧 安全明星 不让自己变声量最弱的那方 你看柯文哲永远不会是 声量最弱的那一方 因为他一个人 一个人他的炮火 就可以抵挡好多人 必须讲 你看到他说 你不要哭 直接骂 或者直接对准赖清德说 你哭什么呢 这个房子该拆就拆 我们看到赖清德自己的说法是说 我们真的有缴税 我们真的有缴税 这间房子没有特权 只有满屋的心酸 看起来赖副总统 还是在打一个情感的诉求 跟情感牌 而新北市政府直接把公文 拿出来给大家看 他说这个地方 不代表他没维建 它是既存违建 它是既存违建 而违建的拆除作业机 依规定了优先的次序 与不用拆的定义并不相同 呼吁有心人士不要扭曲 法令误导视听 以免变相鼓励违法 什么意思 其实用大白话讲就是 违建太多了 所以他们画出一个点 一条线 那条线是什么 时间轴是98年6月24号 在此之前你是既存违建 已经存在的 我缓拆 而不是不用拆 也不是你非违建 也不是不违法 这个大概是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做出来的一个 这个文件的一个还原 而另外呢 柯文哲他很厉害啊 他说 我去问你 你们问你老家开直播吗 我要让你哭得更大声 这个柯文哲是蛮呛的 来静您 我觉得这几天我们一直在问 简单的三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办公室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清楚 第一个 这到底是老屋修缠 还是新屋新建 如果从空照图来看 这是2003年长出来的房子 那到现在为止 你还在哭说 这个是过去旷工的房子等等 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说清楚 第二 这在立法委员 你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你有没有做公职财产的申报 你有没有诚实申报 这栋建物 在你担任立委的期间 第三 你到底有没有缴房屋水 就这么简单的三个问题 有跟没有 是或不是 全部拿出来讲就好 但是你偏偏又要选在 这样的造势场合上面 拿着麦克风 再去讲一遍说 过去旷工等等的 这些不要打悲情牌 新北市政府里面讲到说 拍照列管 但是列管之后 他还是违建 他还是要拆 所以问题是 赖清德你到底要不要自己拆 这确实是违建 这是大家摆在眼前的事实 另外有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在问 在这件事情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叫做国土管理署 也就是过去大家讲的 内政部的营建署的署长 叫吴欣修 随便上网Google一下 这个吴欣修过去的资历 从台南市的都发局 一路被提拔到 变成台南市的秘书长 一路到了中央 跟着赖清德进了中央 现在他就站在媒体面前 替他的老板挡子弹 互主的心情非常的 让人觉得其心可意 赖清德的违建到底是怎么样 我相信新北市政府也说了很清楚 不是不用拆 而是他要列管 接下来的每一个案子排序去拆 那赖清德你到底要不要拆 其实三个问题 他只要说清楚讲明白就够了 来 志伟 我回顾一下四年前这个时候 在总统大选 在野党想要干嘛 刨掉蔡英文家的祖坟 没有要刨掉 只有质疑那个不合法而已 后来没事了 那不是没事 他做总统 这一次的选举要拆 这个赖清德出生的老家 他的母亲也在那边往生 我先讲一下有没有申报 他的财产申报 这个房子是原本他们都是 赖清德家是矿工 他父亲就在这个矿坑往生了 所以他的母亲后来是跟这个矿主 买了这个土地 所以这个当时候 这房子是属于赖清德在天上的母亲 他的房子 所以你说他在立委的时候 没有他担任立委的期间 这个房子已经进到他的名下了 所以他没有申报这件事情 大家去上网看 都会去如实申报 我必须要讲 选举不要选到丧心病狂 这个台湾人是厚道的 也不要因为他是赖清德 就特别是对他好或对他不好 我先讲一下 这个老屋他在1960年以前 就已经存在了 在那里了 所以他是寄存的建物 他没有窃占国土 不像当时刘正宏的胞弟 或者是马姓立委的状况 他也没有长高长胖 更没有所谓的公安的危机 如果说来 如果说今天市政府要拆 那你侯友宜直接派人去拆 但是重点来了 今天的公文都已经说 他是在法规 法规 法规出现之前 就已经存在着建物 台湾有多少这样的房子 我也不期待说 这一次因为选举 台湾整个所有建物的 那是不是违界 不要把所有的建物 那是不是违界 我的认知他是寄存的建物 他是寄存建物 我请教现场 我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好了 那请问一下孟凯委员 你的选区所有的寄存违建 你都要要求拆掉吗 是不是违建 是不是 第二件事情 他就是一个寄存建物 他是寄存的违建 这件事情我来说明 因为那个万里之前 就是我的学区 所以那个地区的所有 现在这些相关法令 我当时都有去研究过 如果比照赖清德说 可以不拆的话 那我告诉你 现在那些区全部都解放了 因为每一个老房子 他现在要去修一个水电 要去做一个整修 然后去跟新北市申请一个 修缮的执照全部都是说 你不符合50年前的空照图 给你打回票 那赖清德这个情况 我讲清楚 赖清德的情况 他1960年之前就有 可是不是一个两层楼的 长出来的 水泥房 这种水泥房 他是一个破败的 茅草房 那个公寮 也就是说所谓的 你在早年空照图 你可以去整修的范围 只能够就整修那么小 你只要超过他 你就属于非法的状况 为了这个我跟你说 万里还不是最严重的 平溪 双溪 平溪有90%都是这种方子 双溪也有将近90% 智伟做立法委员 他可以说这么多 那你怎么办 难道全去拆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做立法委员失职 你应该去修改法律 那更失职的人是谁 是做过行政院院长 现在要来选总统 现任还是副总统的人 叫做赖清德 你自己家有这种痛苦 你在那边哭得要命 你为什么不去想说 在非都市计划区域的 所有的老屋 这么多人都感到很疼 大家都一样是矿工 我刚才讲的那些区全部都是矿工的孩子 大家都跟你一样 你那时候为什么立法院 你不提出一个修改方法 你为什么不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结果今天你一个人搞特权 你去盖一个两层楼的房子 大家给你拍拍手 而且还在那边哭 而且没有他的缴税资料 没有他的缴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缴税 因为他得不到那个合法的户籍 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情 他该付的税东有缴 他用的门牌就是古早那个门牌 门牌不会去管你建物长多大 该缴的税东有缴 来 没有错 再后一句 来 在一九六零年之前 迪迪确确赖清德他家很苦 有一个公僚在那 那是寄存的一栋房子 可是后来他有整修 那整修了其实就是迪贱 而且最主要就是整修 他把容金率扩大 变成一个小洋房的样子 目前没有开放的就是 空拍的 空拍的样子 我们都看到了 是不一样的 两分钟讲得非常清楚了 第一 迪贱就是事实 不要讲公文就是认定 他是继承迪贱 迪贱是事实 但是要不要猜 那个是政治问题 现实问题 也是法令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就是公家机关 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没有办法把所有 尤其是在九十八年以前的迪贱 这比较相对老旧的迪贱 来去做一个认定 也因此才会排拆 排序拆除 但是并不是不用拆除 也并不是说他就认定 他是就地合法 所以执政党的代表 或是现在要参选 总统大位的赖清德 你告诉国人 你应该要说明清楚 这到底是不是迪贱 先承认这是迪贱 再来再去做后续的一个动作 或是后续的办法 我们讲不管是过去 有这样子类似问题的 不管是黄国昌 不管是张志伦 不管是柯文哲 其实也都已经自行猜除了 但是那个时候民进党 彻翼是怎么样铺天盖地的攻击 那现在如果说赖清德 你可以选择不猜除 那也是你的选择 但是重点是你就告诉国人了 你的道德标准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们觉得在今天这大事大非问题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 在面对一件事情不用扯情感 不用扯这些把自己的这些过往 尤其是我觉得执政党的代表 真的不用在那边洒口血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权力来源 都是人民的信任 所以说当一件事情 你在法令的道德 法令面前 你选择是最低的道德标准的话 那这样子就代表了你的刑事风格 而最重要是当总统赖清德 在外交两岸上面 已经有台独的标签 没有办法说明清楚 如果说在内政上面 面对违禁 或是面对相关的弊案 你没有办法说明清楚的话 到底人民还可以先赖你什么 观众朋友 秦礼法 我可以认同賴副总统 他有个人的情感 只是说要不要遵守法令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了 下来我们就不要猜了 他就先在上面了 对啊 我们先 09啊 09啊 先找人家了 拜拜 上台的稍值一下 拜拜 谢谢你们先救了我 年 该怎么进退 怎么进退 年龙被发言 那些遇言都 成了亏欠 您的薪水有到这个标准吗 主机总处最新公布 2022年全体受雇员工是817多万人 而以全年的总薪资来看 等于中位数是51.8万 也就是有408.5万人 每个月的薪水不到4.3万 有点惊讶 但是也觉得就是好像整个社会的薪水都是这样子 服务业的话好像差不多都不到 在台北很困难 身边的人好像都差不多 活得下去但可没有生活品质 辛酸下狼灾 过半数的人薪资都没达到标准 不过中位数51.8万相比前一年50.6万来说增加2.37% 平均总薪资69.3万也年增3.44% 两者都创下四年来新高 再以薪资差距来看 最高薪10%平均总薪资达126.1万 最低薪10%则是30.6万 贫富差距扩大为4.12倍 倍数是近五年来新高 很多内需服务业的厂商 他们不愿意聘全职的员工 所以他们通常是聘拿时薪的临时工 而这些临时工呢 他们可能都是适用最低工资 再以限时排行观察 新竹市薪资中位数82.1万最高 台北市70.1万排名第二 新竹县69.2万紧追在后 不过若以全年总薪资来看 新竹市平均薪水飙到121万 尤其以资讯电子工业 平均总薪资177.2万 是全时受雇员工的2.3倍 另外还让外界疑惑的是年龄层薪资 其中30.39岁 中位数是55.2万 净比通常已是主管级的50到64岁 54.8万还高 有些人其实属于这种 二度就业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重返职场的话 薪资其实是比较低一些的 薪资排行出炉 也让外界重新检视薪水结构 TV的新闻我想教会一些人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设计师跟助理们工作对调 工作对调 很紧张耶 好疼 她头发拨起来 太害羞了 很舒服的 还蛮舒服的 我跟前任 我跟前任 本节目由TOKYO 督洋生计冠名播出 Can you feel my heart I can't fight I can't leave 就过出自己最顽强的旁迹 以名为自信 My one and only 重结拍搭配高难度舞步 男团机智男孩ITBOYS 换上灰黑白西装 新单曲男孩们长大了 Dancing Dreaming Fill your feelings every night Fill your feelings every night 讲述追逐梦想 历经蛻变找到自我 相较过去曲风 增添不少帅劲 第一次拍MV就挑战唱跳 还只是第一道难关 我们每次在跳 然后一开始前面都觉得还好 但是你可能没有控制 那个体力的话 到后面就会没有力 然后你唱出来的声音 可能会破音啊 可能会没有气 没有 我真的说这首还 好 柯文哲原来气势最高的时候 外界其实都帮他预估 他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可能可以拿到8到10席 可是现在他的支持度下滑了 下修了 有没有可能他的不分区 也继续下降呢 也有人说可能崩盘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报道 说民众党船下修不分区的席四 立拼三处的立委选举 哪三处呢 据说是在宜兰 还有一席是在台中蔡碧如 还有一席可能是在哪个地方呢 有三席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民众党的不分区 只剩下四五席吗 柯文哲酸说 吴子家孤的你还信 你还看吗 我们来看看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晚会 让我可以持续留在立法院 选宜兰的陈晚会 不分周围拜票 民众党要拼去预立委的 很拼命 支持我 谢谢 拜托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拜托 一朝现身市场 抢婆妈票 每只手都要握到 莱茵里托的蔡碧如 在台中对战绿营蔡棋昌 或许也有党内不能输的压力 我们就是缓解 所有可以缓解的力量 集中选票 然后让海线翻转 因为传出民众党人士表示 党内已经下修 不分区立委席次 必须强化区立委选战 锁定的正是宜兰 台中第一选区 和柯美兰的新竹市选区 我倒觉得没有说下修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标准 我们有一个期望值基准线 然后我是希望 再从那个基准线往上努力 也没有下修这件事情 对于赖清德 近总主委姚立民 喊出民众党基本盘 若继续下降就是崩盘 即使五席不分区立委 恐怕很难保住 民众党很有意见 但是根据我们的内参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不分区政党票 已经调到第三名 而民众党反而是超车民进党 来到了第二名 也呼吁姚老师 不要这么的有自信 赶快为自家政党票冲票 但除了被对手唱 所以内部是不是也不看好 因为民众党立愿党团近期 针对党团和各委员办公室 助理调查留任意愿 遭批评提前来挖人 更不尊重转战地方选区的立委 因为我们希望说将来 我们台湾民众党也要建立一个叫干部 长任的制度 特别是法案服务跟媒体 还有办公室主任 这些人应该变成长任干部 就说不管委员怎么换 这些事要长任 好 这个外界预估可能 这个民众党不分区有八席 有人讲八席 有人说会下修到六席 甚至有人说会到三席 来 凤馨姐怎么看 我觉得选举 其实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就要在这边做铁口直断这件事情 本身其实就是骄傲的 我们对选举 其实真的必须要抱持 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不会这样子看坏 柯文哲的选情 虽然我必须说就是说 他选择无幸运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败笔中的败笔 这不是说我因为他是豪门出身 我就看不起他或什么之类的 就要特别贴他标签 而是他过去 或许是因为我财经出身 我特别熟悉他在星光经 或者是他自己离婚的 那一段的一些历史 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 让大家值得信任的人 这一点的选择 是对全民的不负责任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有他的 我一直认为他有他的魅力存在 然后他采取的方式 维持他的支持者不醉这件事情 虽然他没有扩张效应 就是说他可能会让 40岁以上的人很难回头 可是至少在35岁以下 我觉得那个基本盘的稳定性 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 而且这后续我们其实要观察的 还是12月30号的那一场辩论 我一直认为辩论对于民众影响是大的 大家如果回到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我想可能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蒋万跟黄珊珊的民调拉开 就是在民调 就是在那个辩论结束了之后 因为蒋万展现了他的自信这件事情 让大家耳目一新 所以我觉得辩论还出现 很多的变数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对每一个候选人 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可是辩论会帮我们打破很多的印象 所以我这边 我反而是觉得我要提醒姚立民就是 用很轻挑的方式 然后去嘈弄对手兵家大忌 是没有错姚立民老师 好像对柯文哲有非常多的意见 可能从过去这几年以来 他们两个人之间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不会有自己的政党里面 自己去下修什么不分区 我们当然是以席次最大化作为目标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不分区的委员 在不管是户外开讲的活动 或是在直播上面 都去展现自己的专业 在镜头前面可以讲一个小时 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东西 所以不分区的委员 我相信接下来大家会越来越熟悉他们 不管他们走到邻里之间 或是跟民众的互动 或是在直播上面谈论自己的专业 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这个魅力的 所以我认为 现在其实柯文哲 现在还是在跟各个区域立委 去做合体 前阵子上个礼拜 才跟这个五谷如洲三重的 这个李友宜去做扫接 所以不会有什么把目标 只放在立拼三个区域立委 这种事情发生 那再来讲到第二点 其实我也蛮认同 凤信姐刚刚讲到的 接下来的这个辩论 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这也是我们阵营 现在非常非常认真 在准备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柯文哲 一天一问两个阵营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提早泄题了 这些问题我相信在辩论里面 都还是要必须做一番的争论 或者是辩白等等的 所以讲回来 刚刚赖清德的 違建的这件事情 一定在辩论里面 绝对是大家希望 可以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可能得到解答 在辩论里面 不要过去有明文规定 现在有清德的这个标准 那一般民众大家心里想的是 那为什么我家的 違建跟赖清德家的 違建不一样 所以你的眼泪是要哭给人民看的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 赖清德在辩论之前 或在辩论之中 应该要回答得更清楚 静怡已经泄题了 他可能柯文哲会问 赖清德違建的问题 这个很明显 他是合法 可以存在在那里的建物 因为他早于法规 那如果说 这件事情可以拆的话 我们讲就是依法行政 不要有任何的特权 我想真理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他可以拆 现在是侯友宜 他在当新北市的市长 他可以直接去拆 那依照所有的建筑法规 他可以拆吗 他不行吗 他可以啊 我们没有要讲任何的特权 他只是没有缓拆 他是缓拆 因为台湾有多少的房子 是在法规出现之前就存在的 那当然像九和一大地震之后 全台湾所有的房子的 这个建筑的耐震系数 全面调整 那真的这种老的房子 老的教堂 老的这种建物来讲 他才有像这样子的 把它讲成三鬼二鬼这样子 是 好不好 好 来 我觉得做过议员跟立法委员的人 不要再去讲这个 违建是什么合法存在的 他叫做违建 就是伪装建筑 那违建是一个头痛的难题 那法律跟不上时代的成长 这些都是事实 那你行政官员也好 立法委员也好 应该检讨自己 赶快立出与时俱进的法律 这才是正解嘛 那今天赖清德 你哭一哭 不会使得违法就变合法 你应该提出更正向的方向 来解决问题 否则人家为什么要选举你呢 选择你呢 这个寄存建物也分很多种 闪红灯 我不是第一个闪红灯的 我是很多人都比我之前闪红灯 所以我闪红灯就算合法 如果说这就是民进党的逻辑的话 那我们这感觉到非常悲哀 说实在话 民众是心里只有一把尺 这一个问题也不是只有赖清德面临到 但为什么小老百姓面临到的时候 他就叫違建 只有你赖清德面临到的时候 不叫違建 叫合法建築 没有柯文哲的違建也拆了 是 没有错 所以我刚刚就讲 很多人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选择是比法令更自我高德 标准要求来去处理 我另外再讲 你满 满糟损千受益 其实我也希望是说民进党的朋友 你不要认为是说 过去领先了大半年 你就觉得是说 好像1月13号胜利在 好 我是苏慧伦 最近我搭上了滚石摘星号 那阿岳还有你可以一起出去玩